诗篇127篇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你们清晨早起 夜晚安歇 吃劳碌得来的饭 本是枉然 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 必叫他安然睡觉 看哪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上司 人在年轻时生的儿女 好像永世手中的剑 剑弹充满的人有福了 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争论时 必不蒙羞 弟兄姐妹早上好 相信今天是国庆日 我们继续的依然的在教会里面有这个网上崇拜 国庆日往往都是一个比较欢庆的节日 但是坦白的说 我觉得今年的国庆日 会不会比起过往的国庆日有过之而无不及呢 我不认为大体上说应该是只有不及没有过之 为什么呢 相信大家都因为这个新冠疫情的缘故 所以有很多东西都省略掉了 有很多的排场都对减了 但是这样的情况里面 我们怎么样的来调整你我的心理 面对佳节国庆的时候 我们的心态 怎么样作为一个属神的子民 仍然能够活在当下 能够活得有朝气有盼望 诗篇127篇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 短短的只有五节 这段的经文 其实是以色列人的一种上行诗的表达 在圣经的正典里面 150篇的诗篇里面 这120到134是属于上行之诗 也就是说是朝圣之诗 这个朝圣之诗呢 那个朝圣者 那个上行者呢 他在前往朝拜的时候 他有一些感触就化成了诗来表达 这一种可以说是一种信心的祷告的宣誓 在朝圣的旅途中呢 他往往在这个要去亲近神的时候 有感而发 有感而写的东西呢 成为了诗人所表达的生命气息 以色列人在这一段话里面 诗篇的这个上行诗 由120到134里面 被列入正典里面 他对于人的生命的理解 人在直面人生的时候 他往往在这些诗词里面 提供了我们的一些生命借鉴和启迪 所以让后世的人 在反思过去的诗人的体会的时候 能够看见诗人如何在逆境中呢 看见信仰的真实面 积极面成为当下的鼓舞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摆明是所罗门的上行诗 不是吗 是的 这是所罗门朝拜的时候 上行诗的表达的一种传统 但是严格的说 诗篇120到134篇 包括我们今天所细读的这一篇 127篇的上行诗 都是在以色列人 或者大部分都是在以色列人 他们被掳回归之后所写的 有所罗门的那种朝拜式的传统 但是当被掳回归以后的以色列人 他们在写诗歌的时候 耶路撒冷城也好 圣殿被拆毁了也罢 这不是形式一片大好 反而是说 有一大堆的废墟 一个废城 不再是昔日光芒万丈的圣殿 或者圣城 无论是城池 无论是城门圣殿 这一切都有的是断裂的 人们不再看到统一的大魏王朝时期的辉煌 也没有看到所罗门 广召天下智慧人的时候 当时那种城堡里面的 那个慷慨跟气魄 但是诗人在逆境中 写了这五节 你会发觉 他一点的都没有 触景深情里面悲观的感叹 诗人其实是 在悲苦逆境当中 独具慧眼的 看起来都感觉有伤感的时候 他反倒是写出这样的诗 集起了人的信念和盼望 所以我盼望这一个诗歌 在我们今天可能 国庆经非西比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 我们可以借做信仰的力量 重新召唤回 我们生命里面有朝气 有盼望的气息 这五节的这个经文 我们如果简单的去看 他其实谈到诗人 谈到的呢 一个有神同在 有神参与跟介入的情况底下 诗人怎么样的表达出 他的生活里面的一些感触呢 简单的说 五节的诗歌 五节的诗词 他酿挂了人生里面 三个很重要的关切 第一是我们家居住所 人的基本生存存在的需求 第二是人的家居就算是好 家居以外的环境 事到好不好 那是人的心理安全的一种感触 然后呢 他也谈到 人呢 生里面未来的一些的盼望 也就谈到家庭和子女的层面 所以诗人在五节的诗词里面呢 有一个主题 如果不是有耶和华撑着 有耶和华匹复着 有耶和华的参与 我们有很多东西呢 都是我们看不清楚 说不透 看不明 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安心立命的 所以若不是耶和华 人不一定能够蒙福安心立命 若是世道荒凉 就算是耶和华 在世道荒凉的时候 只要有他的同在 人都可以安然入睡 若不是有耶和华 他把你我的子女 当成是他自己的子女 来看待的时候 我们有再多的不强的壮丁 也未必可以跟列国各居一席 理由就是 我们是以色列选民 我们一切的好处 一切的起居饮食 一切的生计存在 都必须与神同行 神也与你我同在的时候 生命才有截然不同的一种气息和盼望 所以在这短短的五节里面 我盼望我们学会有三方面的功课 第一 就是那个诗篇里面 第一节 他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他看守城池 那看守的人就枉然的警醒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原来人的工作 人的环境 人的家庭 起居饮食等 有神的参与 保守 建顾 带领的时候 这生命群体的生活 才有真正的价值 为什么这么说呢 如果没有耶和华 与以色列人同在 以色列人活的环境再好 也只是一种自我膨胀 这个写诗的诗人 他很明白 失去了神 你可能仍然有建筑 有环境 仍然可以生而育你 但是 未必能够成为一个家 所以 如果没有耶和华 你可能仍然可以建造房屋 你仍然有那个朝拜的时候 走过城门的 那个城池 但是如果任凭你再做更多的努力 倘若耶和华不愿意看守城池 不愿意为你 以你亲手的 一起共些 携手的建造房屋的话 是枉然劳力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切外在的 诗人说 看到外面的情况 是一回事 但是要更深的看到 更远更广的 是那建造房屋的背后的动力 那建造房屋 城池 看守城池的 是那真正的动力 耶和华的恩典 在我们当中 诗人看到建筑物背后有动力 是因为耶和华有恩典 诗人看到城池 可以有人看顾 但是那个看顾的人 可以不会惊恐 可以安静 可以不会枉然的惊喜 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 诗人看见的 是耶和华建造的 不只是房屋城墙 而是一个有关系 有清理感的一个家 我们很多时候建筑物 一年都一年的都在翻新 更新 但是有时候建筑物里头 一家一家 挨家住户的家庭关系 是不是有神 那灵性的力量 把我们打造起来呢 很多时候我们说 疫情期间 有很多人因为 有很多更多的空闲的时间后 在一起的时间多了 反而争吵多了 这我们就要提醒 我们可以有更大更美的建筑物 但是我们能够不能够建立一个 有神同在 用祂的爱 把我们缔造成的一个美好的环境 我们的主屋都常常的翻新 但是我们心灵的房屋 有没有耶和华建造 诗人从很近的 很外面的世界 看到看不见的 远的 深广的世界是 那灵性里面 与人同在的神 祂在的时候 你才能够有真正的安居乐业 所以第一节里面 给我们知道 我们存在是有很多生计的需要 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 凡事有了之后 你也能够与神的关系建立得更好 凡事懂得感恩 第二节他就说 你们清晨早起 夜晚安歇 吃劳碌得来的饭 本事枉然 这好像有点不尽人情味吧 我们总是祝福大家 比较活得安居乐业 诗人看到了情况说 清晨起来 晚山安歇 吃劳碌的饭 一切都枉然 华人喜欢说碰到人 老一辈的说 你吃饱了没 就是说你吃得饱 你没有饿 没有挨饿 那是一种福气 但诗人怎么会说 吃喝劳碌得来的 都是枉然呢 因为唯有 耶和华所亲爱的 才能够叫他 安然入睡 不是你吃得比人多 用得比人多 拥有得比别人多 你就能够安然入睡 有存在的需要 是第一节里面 第二节是什么呢 是你有了这一切外在的 但是心理上 能够不能够安顿 不惧怕 人有时候 果真能有很多的东西 但是拥有很多东西 不见得你就能够安然入睡 不见得你就能够安然的歇息 不一定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 是不必等人的 不断地在变化 越多的变化里面 生活可能 起居饮食都丰足了不少 但是生命的脆弱 生命里面感觉到 人生有很多的不安全感 不受控的东西 越来越多 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这种的意识跟价值 却是有真无减 平安是上帝所给予的恩典 这个COVID-19 这个新冠疫情期间 我们很多的人 哪怕是全世界 所遭遇有这种 官病疫情的国家 举国上下 都做尽了各种的措施 各种的防堵 各种各样的实施 我们都做了 甚至于今天你再谈这个问题 你不感觉到 又谈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做找不到法度方法 但是心灵 是很累的 当我们累的时候 我们不一定要想 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 我们都能够掌控 它是人的脆弱 有时候不能够安然入睡 身心灵里面有不安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连对微生物的世界 它对我们的迫害 我们都没有真正的把握 我们要有很多的 科研的高科技生化技术的人 既研究所谓的疫苗 起码有一年半载 世界不等人 环境的变迁也不等人 但是人当遭遇到逆境的时候 你怎么防 怎么堵 有时候你都会觉得累 你都会觉得说 人未必能够指手遮天 人未必能够控制得了命运的行程 但是心里面可以真正的安心 当以色列人回归 看到圣殿的荒芜的时候 诗人就说 荒芜的可能是圣殿 但是当我们的心灵里面相信说 耶和华没有丢弃我们 七十年他说了算数 先知喊话 七十年被掳 我们回来了 我们就可以从头的再起 重新的安心立命 深信耶和华在 我们一定能够有更好的民间 若不是这样 我们就算是说 盲目劳碌一切 你心不安 你夜间也未必睡得好 现在的人很多时候说 疫情之后 很可能另外一个疫情 就是经济的低迷 有钱的人 越来越会迷信 为什么 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告诉他 未来会是怎样 惧怕惊恐 可能是我们仍然有 但是我们活得不一定开心 我们仍然能够维持 但是未必能安然入睡 心里的安顿 诗人要说的是 不要只靠你自己 因为这样会是往安的 好不好 回归的以色列人 当你觉得 手无寸贴 分身乏力的时候 你要回到耶和华的面前 殿虽然是 没有细日的光彩 但是心灵里面 要化成一个 与神更加同在的圣殿 与神有更亲密的沟通 神必然能够叫我们 安然的入睡 诗人讲的话 看似 模糊 但是心里面 却是给我们 更深更远的 一个灵性的提醒 然后诗人就谈到 第三方面 就是第三 第四 第五节 总共三节里面谈到的 好像是谈家庭的生活所示 就是谈到儿女 跟儿女年轻的时候 把她带大了 那么她就好像 战场上的勇士 儿女就像勇士背后的剑 剑带充满 她走起路来 打起仗来 就有自信 你会发觉到 这里第三个层面 除了第一层面 存在的需要 第二个层面 心里的安顿 不惧怕的需要之外 灵性国度的开发 是更重要的 所以诗人在第三 第四 第五节 除了奇迹 引识 心里的安顿之外 他要我们把眼光 放得更远一点 他说 儿女 是耶和华的产业 你们所怀的胎 是他所给的赏赐 儿女是我们的吗 这没错啊 但是他说 儿女是你们的 也属于耶和华 若是耶和华 是昨日 今日 纯到永远 根骨到永远的 你们的子女 你们的下一代 也一定要有延续又延续 断夫不能停止的 不断地去开发 灵性的国度 神同在的国度 不单单是 与我们这一代同在 也要开发 未来的一代 让他充满更大的希望 生命真正的祝福 是有将来 有希望 神真正赐给 以色列国度的 是你要祝福 一代又一代的新的子民 教会有下一代 有充实的下一代 才有前途 才有盼望 才有这一代的人 能够传承之后 所得的幸福感 我们现实生活中 人喜欢玩 一代不如一代的游戏 但生命如果真的是 一代不如一代 那就是一种的悲剧了 世人看见神的同在 不单只是要 与你们当下的在一起 他要看见的是 我的国度 我的将来 你们的子女的产业 就像那五世 见代充满 遇到周遭的 敌党的 敌对的 都能够有自信的 一代一代的见证他 是充满着福气 在城门口 跟周遭的仇敌 说话的时候 是不羞愧 有自信的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活在 属神的国度 教会从昔日的几百人 到今天的上千人 一千五百 一千七百 一千八百 那是祝福啊 但是这个祝福 不是只是你我 这一代的祝福 教会仍然要尽其心 尽其力的呢 把属灵的国度 不断地开发下去 也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当下的 弟兄姐妹 要过一种 怎么样的生活 要怎么样有一种 更新的传承呢 那就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 放眼看神的国度 是未来的更远的 我们要看重 放眼下一代 建造我们当下的 属灵资产 我们教会 有没有庞大的建筑物呢 说得上算 但是有没有庞大的 属灵资产 是上帝给我们打造他们 成为未来更美好 更踏实的见证呢 需要你我今天来努力 你说牧师啊 你说这番话 在这个时刻 似乎不一定就应时 不一定就适合这个时期 因为新冠疫情的笼罩 牧师啊 我们都在家里 献上崇拜 我们第二堂的弟兄姐妹 也可以说只有三五十个 五十一过就要限制了 实体上在教堂里崇拜的 寥寥无几 怎么会有更大的报复 放眼下一代 我这里要做一个信心的喊话 我们如果不看外在 而看我们与神内在的联系 我们一定要有更强的心灵意志 摆上我们的祷告 也许我这一个 坦白说是预录的一个奖章 但是我要跟我们第一堂的弟兄姐妹喊话 神与生命堂同在 无论你在哪一个地方 当你敞开你带导的心灵的时候 耶和华一定要垂听 可能我没有办法 面对面的以你 来做一种的呼吁 但是我就在往上的时候 在线上的时刻 我这个时候要呼召 你我在困境的当儿 什么是我们可以做的 圣命堂的弟兄姐妹 网上线上的也好 或者手机看作崇拜的也罢 你要深信 我们是这一个时刻里面 真心真意的代导勇士 我们要为教会摆上我们心灵 殿中那颗热忱的祈祷 主啊 什么我都可以相信 但是没有什么比我更相信你 才是真正建造房屋 看守城池 让我们教会下一代更加兴旺 我们要怕的 不是什么周遭的 而是你的国度 不要因我们而成为了荒废 什么是我们真正该怕的 什么是我们真正该爱该相信的 若不是耶和华 一切都是枉然的 我呼吁弟兄姐妹 就在我们这个时候 要低头祷告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要祷告什么 我也不知道我呼召 会是哪一个人心灵里面 有感触 但是倘若你有感触的 你说主啊 就算在疫情时代 如果没有你的同在 很多东西都会枉然 都会加倍的费力 我愿意 我愿意这个时候 为教会作为带导的勇士 我们在心灵上 愿意成为神 你手中的剑 成为你城池里面 忠心祈祷的一群守望者 我们要有上行者 朝圣者的智慧 向你摆上 求主这样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可能你听到了我的道 你说有很多东西 我不一定很清楚 但是主啊 我这个时候听到你诗人的话 如果没有耶和华 有很多东西是突然的 但是因为这样 主啊 不叫我在逆境中 我就逃避 我就气雷 我这个时候愿意 带着信心投靠仰望 我们真正的主耶和华 也许你有这个祷告 也许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也看不到你 但是你心灵里面 有这个盼望说 主啊 让我做一个忠于你 真诚的守望者 我在这里 我要为教会摆上 我祷告的力量 求你用我祷告的话语 好比是你手中的箭 让他这带倒的力量 如同箭带 匆匆忙 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 你在你的家 在你周遭 对着视频的时候 你心灵里面跟主说 主啊我在这里 我为生命堂 我愿意摆上 你就在你的岗位上 把你的右手举起来 你说 我在这里 愿意为教会摆上 我愿意为教会守望 我愿意我的祷告 是新香的祭 让耶和华 你喜悦我们 也祝福我们 教会的相待 如果有这样的人 你可以把手举起来 然后你放下 我可能看不见 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主 我们的耶和华 他一定听到你的声音 看见你的手 知道你的信愿 愿主与你同在 愿主的声音 临到你的耳中 也愿祂的话语 激励你 在困境逆境当中 你仍然有朝气 有盼望 有信心 有勇气 仰望耶和华给我们的未来 愿主这样的恩待你 天父 就让我们的心意交在你手中的时候 你与我们亲自的同在 与我们同行 我们一切都不会是枉然的 我们如此的祷告交托 是奉耶稣基督宝贝的你 阿们 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 拍摄 好 愿主 愿主 愿主